大家晚安 今天受到华南雨带通过的影响 几乎全台各地又下起了一些阵雨 不过还好的是在今天下半天 水气就逐渐的远离台湾了 到了明天水气会更少 各地都会转成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好天气 而且这样子稳定的天气 还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的白天 要等到下个礼拜一的晚上 才会有一波新的封面云气 再度的报道通过全台湾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这未来三四天的好天气了 但是特别提醒您 中午过后呢 直部地区会出现一些午后雷震雨 开始来到比较像夏季一样的天气形态了 中午过后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中午之后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 特别是山区午后震雨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另外空气品质在未来这几天 在西半部地区都是比较差一点点的 敏感族群建议您出门都要记得携带口罩 也要减少从事剧烈的户外活动了 那么我们从微信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就是受到这一大片的 华南雨带通过的影响 几乎各地都有一些下雨的状况 不过明天呢水气就会明显的减少了 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几天的好天气呢 可以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的白天 刚刚提过了 下一波封面云气呢 会在下个礼拜二 才会逐渐的接近通过台湾来 同时啊是全台各地 都会受到这一波封面云气的影响 又会开始再度的出现明显的雨势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未来这几天的好天气了 而在气温的部分呢 北部地区预计明天的气温 会稍微回升一点点 不过整体来说 未来这几天都算是舒适的气温 高温大概27度到28度左右 低温大概是21度到22度左右 一整天都是相当舒服的气温 不过提醒大家咯 在下个礼拜二呢 新的一波封面雨势报道之后 会带来一些凉空气 所以气温又会再度的转凉 转成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了 至于在中南部地区呢 则是未来这几天都会感觉 有一点点闷热 高温开始要来到30度以上了 所以特别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未来这几天出门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衣装部分也要以偷漆轻薄的衣服为主了 而在降雨的部分刚刚提过了 接下来这几天呢 其实都是以中午过后的 午后雷震雨为主的天气形态 其中呢 山区的午后雷雨会比较明显一些 其实午后雷震雨下雨的时间都不长 大概一两个小时而已 但是会来得又快又急 而且雨势其实会蛮大的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前往山区真的要多加注意 中午过后的午后雷震雨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除了在台南高雄跟东部地区 还有一些零星震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转为一个多云的天气了 明天呢天气情况会更好 各地都是多云到多云时勤 但是中午过后开始要留意了 局部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提醒大家 中午之后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 也是比较糟糕一点的哦 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